就看 老闆先生有句话 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公民 而不是训练技术 所以 培养公民才是教育的目的 公民是什么呢 公民就是公众社会的人民 所以基本上我们希望学生毕业之后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头 是一个很完整的 很会被人家沟通的 向亲力很足够的这样一个分子 所以他有很多背景的要求 好 那 可是要做到这一点 就是又要希望学生有人文关怀 以艳他将来能够有社会的向亲力 他有几个不同的层次 学校就做这个事情 由于层次环境 比如说高中大学他的校园 或者很多的艺术 雕刻等等 所以这个环境当然是有帮助的 对人文的气息是有帮助的 黄中熙在这个名义代码桌上面说 他希望那个 学校所一样的事业 以使庙堂上语言之气 建模如烂 莫不有师叔宽大之气 这个师叔宽大之气 就是那个环境 他希望这个环境里头呢 大家都能够建模如烂 慢慢地感染人文关怀的气息 所以这个环境绝对是重要的 所以有些学校蛮常调这个 艺文的走廊等等 这些东西是类的 但是也有些学校强调一些活动 比如说是书法 音乐 绘画 舞蹈等等 那这些东西也是重要的 最后一部分就是课程 我们在做的大课是蛮多人是 博通的课程 所以这三个部分要怎么样去看待他 这是接下来 假设我们都从前后讲的 他叫李延华 接下来是学校办学的人 就怎么样去分给他资源的问题